請問阿波老師有關木媒菌的事情 說到木媒菌的 它在油皮和土豆的食肌 包括它的皮層 到底請問一下土豆的作用 它又是什麼 這個在我們在營 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木媒菌都是含一些根腐 暖筋的這種 像現在很多土豆 就是說有的人會敲藥 現在要針的時候 它把木媒菌敲在藥裡面 和土豆敲作的 大概就是說 在我們一分地在敲 大概就是100公克的木媒菌 把它拌拌拌拌拌拌裡面 這起來 這是做的 有人跟它做過這種的一個企業 這通常這樣用是比較不會黑 但是就是說它這個粉 它鋪起來的時候就比較 算你水潮 算要針那時候比較針 針下去它就在藏牙那裡 就有這個木媒菌 這通常是這個白絹餅 還是說一些我們 這個比較容易有這個暖筋的 這個情形 這個就很容易來給它這個 可以來給它這個 這個針反賣也是一樣 你就是說反賣 你一分地看你要用的那個 稀的量你把它拌一下 大概就是這個100克 100克 有的人用比較長 用比較200克 一般是不需要 大概一兩百克這個量 所以那個時候用最少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反賣 有的人 這個反賣很貴 所以他可能是買那種 用血盤苗 他不用一口去針兩張 他還會去針 所以他通常就是 針沒有坐 他那種反賣劑 他就頂在這個血盤 用那個果凍 有人說這個果凍盒 我們說的那個血盤 這個細盤 細盤管理你敲頭敲敲的 大概就是說500公克 500公克大概可以敲80個L 80L到160L 看你用的這個量 這個一般 如果是我們這個昆蟲來說 渡蟲就是說差不多在贏 大概就是500 對160 160你打就是兩包 一般市民上的 你給他拿兩包 其實這樣在贏也很省 他這個東西就是說 是一個筋附近的 一個保護作用 他會刪成一些木媒菌 他會刪成一些這種 細胞的細胞病分解酵素 和一些特殊的這種抗生素 這種東西跟這個抗生素 他會含一個叫做 子丁子分解酵素 這種東西去相結合 會有去抑制增菌包子 我們增菌的東西 他昆蟲的結界行動 對我們作物的筋 就有真面目的幫助 所以這種有一個 在木媒菌有這種的結界功能 所以其實木媒菌 他最大的賣處 就是說他不必用 所以做出來的就是比較不穩定 我們說實在 現在已經慢慢慢慢 有比較固執這種東西 算說大家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這種東西比較穩定 但是他的效果是 是怎樣都看得出來 這個效果上 尤其對這種根腐病 利庫斯核菌 白菌病 別冠菌 這對他的這個 這個乙鳳 這都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我們在做這個種子 就是剛才說的 敲下去點 這種就叫做種子處理 做這個經濟的 用這個木媒菌 來做經濟的一個處理 一般就是說 在試驗裡面 他可以發生 這個減輕苗枯病 並說土豆 土豆在西班牙 他們是拿來做官府病 我們的僑藥 有時候是怕那個市長 官府病 他們在一些 沒有辦法僑藥的一個 這個環境裡面 是怎樣叫做 沒有辦法僑藥 就是說他做有機栽培 有的國家是不需要 現在像西班牙 他們有很多這個地方 他們就去推這種東西 在歐洲 對這種什麼友善環境 什麼的 環境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就減輕用這個農藥 要減輕用農藥 不是就是不用農藥 就是說我們在宅藥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種 微生物給他處理好 所以這個給他控制就好 現在他就這款起來了 可以去在宅藥的時候 他就算對他就有一個保護 在筋的部分通常就比較好 大概有這種情況 現在還有一種公法 就是說有的木霉菌 有一種叫做超寄生 這個東西會去 木霉菌 他會去 去鋸在植物的一個病原那種 他有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說這個木霉菌 有一個昆蜘 他會遭到一個人 病原症的一個體內 分泌那種東西 把它溶解 把它吃掉 有這種 現在有這種的作用 反正這個研究還蠻多的 但是這個 我們就比較沒有說 很了解 但是基本上 我們在營的時候 這個效果上 是真的還不錯 就是說 但是他就是在這個 宅藥的時候 你呼病 立高病 別官病 官府病 這種尤其像這個土豆 土豆的這個別官病 我們如果是敲在這個 劑裡面 算它的效果上不錯 算有的人說 不可以敲油 你敲木霉菌 但是你要跟他說好 那不是農藥 因為有的不知道 他就說 因為敲農藥 你要加一點錢給人 有的這個 種土豆的 他就都沒有在敲農藥 他在種的人 他就跟你說 我這個油的湯都沒有在敲農藥 你一開始就敲這個 這個木霉菌 木霉菌這不要緊 它是有一個 最多的一個安鑽 所以在土豆裡面 我們就是說一些 這個別官 尤其我們是這個 麻辣 麻辣這水 有時候高溫 濕去冬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來發生 所以你可以敲 沒有油那裡敲 你就去敲木霉菌 你如果要敲這個 就跟證的人說 因為這種東西很安全 所以這不是農藥 你可以用這個 衛生物來敲 這確實對這個白菌病 有一定的效果 當然在了這個白菌以外 再來就是這個官府病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土豆豬症 不是小症跟大症 都有一段時間 如果留下 都會死一段症 他通常在 那個症頭 那個土甲蜜 那個東西 我們一般說的 叫做中培座 就是筋跟 那個 收集那個所在 跟肌骨收集那個東西 有那個東西 就要燒乾了 那整整個都燒乾了 從這種 這叫官府病 這我們也是 敲這個藥 這也是有敲藥 最主要就是白菌病 跟官府病 他的這個藝衡 你如果是說 就不能敲藥 你就能用這個東西來用 所以應該是敲在 那個時候來用 你如果說 要把他 蒸下去 還用人去 去管 去做什麼 那都很會去 所以 我是比較沒見 因為這樣用很累 但是 我們有一個疼藥 有這樣用 他把這個 木霉菌 用醋痕 用醋痕糊 加一點米痕 木霉菌 發過 發過後 土豆蒸起來 他去把 他把 撒住 那個 那個孤瓶 怎麼從在落背 這樣把撒住 那個館長 這起來 這個 聽說效果也不錯 不過這樣 很費工 我是覺得說 我們合併 如果是 最簡單要用 就是說土豆 你幫他敲 敲 你要跟他說 你拿好看 木霉菌 那不是農藥 這樣敲就沒關係 可能 他可能會給你加一點點錢 一般來說是 因為敲藥都會過洗過 湯 他會過洗 所以你要是 這個部分 他的效果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最主要是作用 你如果是 翻買也是這樣 就是說 要種那時候 來敲最困難 春的更用 都比較貼 不然就 翻買就是 用這個 雪盤苗的時尊 我們在墊子 你若是沒有墊子 你若是機械墊的 就敲打在裡面 把他拌一拌 這樣 翻買 你可以把這個翻買 稍微噴 溜溜溜溜溜 所以ود guilt 然後偷偷 讓他 hottie 給它去天 就好了 如果墊子 收了 倒 不能噴 靠石 就直接 它نا karate 一定要沾 沾 沾 panel 。 控制 其实有时候也不用 你就敲整趟 他在点的时候 他就心酸的 那个困的 慢慢慢慢的下去 这效果都不错 这你要先知道一下